下个月即将迎来自己新作品上映的孙洪雷 不知道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就连回京出现在机场的衣着也大玩色快冰街 怎么醒目怎么穿 比起明星们黑潮黑帽的隐蔽着装 孙洪雷当天是低调中带着高调 令搜狐视频在茫茫人海当中一眼就认出了他 虽然孙洪雷当天戴着大口罩作为掩护 但是衣服的多种明媚色快 却毫无疑问的将灰色口罩的作用秒杀了下去 头戴一顶深黄色爵士帽 身穿蓝紫色运动T恤 下身穿着白色宽松裤衩 腰上还记得一件绿色外套 灰 黄 蓝 白 绿的搭配 想不醒目都很难啊 不过穿着人字脱 脱着行李箱的孙洪雷 似乎对自己的着装还是很满意的 一路昂首挺胸帅气的走出机场 全然不顾系在腰间绿色白点的外套 从远处看就像系了一条绿色大围裙 走出机场之后 杰基作家早已经在此等候 孙洪雷以帅气的身姿登上作家 高调完成自己回家的最后一个步骤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